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又到了我们每个月固定邀请 东华大学国际宏学中心的朱嘉文主任 来到节目里 朱老师你好 嘉瑜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每次朱嘉瑜老师都会跟我们从《红楼梦》 衍生出各式各样 无论是什么好吃的 好看的 好听的 好玩的 不只是昆曲 围绕着昆曲 我们还可以谈好多好多的话题 可能也不只是《红楼梦》 对 那上一次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聊到的是在《红楼梦》里头非常著名的一场宴戏 就是贵妃宴然后聊到他们吃什么 看什么戏 那么在《红楼梦》里头 还有没有哪一场宴会 是曹雪晴有精心描写的 还有很多 因为他这本书呢 因为他这本书呢 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的攻略 开趴 对 三百年前的这个吃喝玩乐 嘉瑜有一句名言呢 说好生吃酒看戏 所以在当时的人的生活里头呢 吃酒看戏 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贾母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来谈一谈 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吃酒看戏 对 我觉得吃这个话题也很有趣 因为我们今天呢 在看戏的时候呢 是不能吃东西的 对 绝对不能吃 会被请到厂外去 对 禁止饮食 禁止拍照 禁止喧哗 说话 对 不能说话 而且还不能献花 对 那以前呢 这些应该都可以吧 还可以叫好 喝彩 喝彩 整体而言呢 他们甲府中的人呢 看戏 有几个情况 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上次说的原非醒亲 因为他是在过年期间 所以他们就是会看戏 也许就是自己的加班 也许就是外面的 这个很好的 有名的班子 搬到家里来唱堂会 那他们都会 就是家府有凝容二府嘛 那就是不要同一天 在那里唱戏 因为他们都要请客人呢 对 那客人拿到帖子说 怎么你也唱他也唱 那你们就故意 我到底该跑哪家 对 你们是两个故意省钱吗 只能选一家 所以他们还要协调一下 哪天你唱 哪天我唱 这就是他们生活中的 一些细节 那我们今天好像基本上 没有了这些 对 没有了这些细节 除了过年之外呢 还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就是 就是仇神 哦 是 用今天的话 是说仇神 就是演给神民看 神民看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看嘛 对 我们 我们祭祖先 或者是拜佛 能供品 我们自己吃嘛 对 那所以呢 看戏也是这样 其实是我们自己爱看了 这个情况呢 也有 就是《红楼梦》里面说 享福人 福身 还祷福 好像很绕口 对 就是你们已经很享福了 然后还怕说福气不够 还要再去祈祷更多的福气 所以就要跟神明打交道啊 拜托保佑我啊 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是会 也是会演戏 嗯 还有一种就是生日 哦 生日也是大事 生日呢 是大事 嗯 有一天王熙凤呢 就跟她的丈夫贾莲呢 就说爱声叹气 就说 哎 那贾莲就说 什么事啊 他们夫妻两个口气都不会很好 我们不用期待他们两个人 甜甜蜜蜜 就亲爱的 好 那口气都不会很好 干嘛了 他说 那个薛妹妹啊 薛宝钗 快要生日了 他说 嘿 这对你来说有什么难的 办一个生日party 对你来说 小菜一碟 没错 你就是动动小指头 就解决了 他说不是 因为老太太说了 说那个 就是薛宝钗 是来他们家做客的嘛 就是所以要对他特别的礼遇 然后又问了一下说 今年几岁 十五岁 哦 那我们今天怎么看十五岁 这个年龄呢 小鬼 哈哈 对 可能就是半大不小 可是对于古人而言 女子是十六级鸡 就十六成年 对不对 是 那如果是成年礼的话 那就大生日 那没话说 所有的人都没话说 你今天花再多的钱 到圆山饭店 包一个厅下来 大家都说应该的应该的 吉吉之年嘛 成年礼了 那十五岁呢 就叫江基之年 就是明年就成年了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半大不小 那老太太又说了 就是这孩子性情稳重 得体又大方 我是打心眼里面疼他 想要给他办一个生日宴 所以这就难了 难就难才 又不是大生日 又不是小生日 大生日我们去五星级饭店 是 我们就把一个海滩包下来 可是这个小生日的话 就很小啊 七八岁啊 五六岁小朋友啊 我们去麦当劳 吹气球 可是他这个就很难 他说你 你不会比照林姑娘啊 林姑娘也还没到这个年纪啊 林姑娘更小 林姑娘恐怕要比薛宝钗 要小个三四岁 哦小这么多岁 应该 对他比贾宝钗小一两岁 那薛宝钗又大了一个一两岁 所以林黛玉就小 所以呢 贾连就说你不会比他 反正他也是敷衍 他老婆他老婆就说 算了算了 我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啊 就过几天可能会有一个 一个party出现 然后就说 哎你不用那个特别的关照我啊 我是不领这个情的 你要怎么办就自己去办吧 看着办吧 一甩手就走了 话说那个时间很快就到了 嗯 那到了以后呢 老太太呢就出了二十两 还是多少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很多钱了 因为我们 以前在刘姥姥那个算账 那个时候看过 二十两银子是他们庄家人 一年的支出啊 哇 一年的生活费 可是王熙凤说了 说 小气鬼就是小气鬼 说老太太 老太太呢 压箱底的金的银的 圆的扁的 不知道压坏了多少 今天呢 为了要帮一个孙女呢 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拿出了压箱底的 这个煤烂的银子 煤烂就是发煤了的 煤烂的银子 够做什么 够吃酒 还是够唱戏 那这意思是 还要叫我陪上就对了 所以对王熙凤来讲 二十两银子远远不够 对 那对于刘姥姥 她们一家人 一家五口嘛 就是一家四口 再加上老人嘛 是一年的 不是收入 是支出 就是生活费这样 所以这个贫富差距 真的很大 真的 好那他继续讲 他说 你看你放眼看一下 那满屋子 哪一个不是你的儿孙 你光是就是疼 这个两个宝 一个宝拆一个宝玉 难道将来就是 你升天的时候 只有宝玉一个人 抬您上五台山吗 他是直接在老太太 面前这样讲 对对对 好那现在还叫我陪上的意思 就对了这样 然后这个老太太会怎么讲呢 她说 你们站在那里做什么 还不给我撕烂她的嘴 他们讲话就是这样 没大没小 而且老太太喜欢 这个吊吊 所以我们要慢慢认识 这个《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人物 才不会觉得说 很突兀啊 或者她讲话 到底是开玩笑的还是真的 对 很难分辨 对 所以呢 大家就应该最后 补了一些银子之后呢 就是决定在老太太的院子里面 那叫做上房 那这就是权力的陈锋 对 他们家族的权力的陈锋 核心的上房 因为刘姥姥说过啊 就是说到林黛玉的屋子里面去的时候说 这是哪个公子哥的书房啊 所以大家就说 这不是啊 这是一个小姐的卧房 然后到了怡红院 看到贾宝玉的房间说 这是哪个小姐的香柜啊 这是我们宝儿爷的房间 然后就到了老太太的房里 去参观的时候就说 这些柜子啊 这些箱子啊 都要拿那个梯子爬 哦 东西这么多 东西非常多 那上房大概就是 真的是一个 堆满了金银财宝 的地方吧 所以决定在他那个权力的顶端 跟陈锋的地方呢 搭个小戏台 精致的小戏台 在这个小戏台呢 就是请来了新的一个戏班子啊 那这个新的戏班子 我把它解读成为就是 自己的加班就先不用 因为都看腻了 就好像我们周遭附近呢 这个街头巷尾的那些小吃都吃腻了 就往远一点的地方去找 对 所以他就 就拉了一个 昆毅两班的 都有的一个小戏班 他们能唱昆腔 也能够唱异阳枪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是走唱的 就在外面跑江湖的这种班子 好 那大家坐定了 开场的时候呢 可能 家母先要 致辞 对吧 他在请刘姥姥的时候 都会讲一段话 就是说 老庆家请 这样 那大家才开始嘛 不然没头没脑的就开始的话 也是蛮奇怪的 所以呢 这个老太太呢 就 致辞的时候就说 好孩子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你不要管别人 好 你喜欢什么吃的 喜欢什么喝的 喜欢看什么戏 只管点就是了 好 那一般的少女 如果这个刚刚家瑜说 这是一些小鬼头 小屁孩 是 对 15岁的小孩子 半大不小 他们要是听到有这个 这么好处 这么好的事情的话 尽量点 对 点自己爱的 对 尽量点自己爱的 自己喜欢的 而且多贵都敢点 多贵都 下手都不软 好好敲一顿 对 那可是呢 作为一个 如果15岁的话 差不多是 北一女中呢 高中 高一 高一吗 对 差不多高一的女生 那她作为这样的一个女生呢 她就 很仔细 她所有的 吃的东西呢 都点老太太喜欢的 甜甜 软软 烂烂 烂烂 对 好 那这也亏老太太 有些老人家 她不太喜欢吃甜食 怕吃太甜 但是她 就是喜欢甜甜 甜烂着食物 因为呢 牙口不好 但是呢 又喜欢吃甜食 那第二呢 就是呢 点的戏呢 就是老太太 喜欢看的 她认为了 所以她不是点 她自己爱看的 对 如果她自己爱看的话 我们不知道 她喜欢什么 因为在日常生活里面 她是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 所以红楼梦里头 也没有特别写出 薛宝钗自己 对 对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第八回的时候呢 薛姨妈就说了 哎 你看看 我这边啊 有那个堆沙的公花 那应该是很 很名牌的 或很名贵的东西 有点像是 现在百货公司 卖的那个 高级的法圈啊 法带或法窟啊 那种 很贵的 然后整合的 都是那个进口的 或者是名牌的东西 打开 那个 就是整套的 她就说 拿去发给你们家的女孩吧 王夫人就说 你给保丫头留着吗 那她的东西 你为什么拿来送人呢 她说 我女儿就是怪 她这些东西 她什么都不要 我也遇到过 一两次这样的小孩 但是呢 比较少 大部分的小孩 就是什么都好 什么都要 然后怕抢不到 对 所以她就真的 就把她送出去了 每个人一朵 王熙凤好像得到四朵 其他每个小孩子都有 林黛玉那边的时候呢 就 就 贾宝玉拿去了 林黛玉看了一眼 就不想看 有心病 每个人的个性 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 她就不爱那些 物质的条件的东西 物质文化的东西 在她的心目中 看得很淡 所以 这个薛宝钗的个性 认识无情也动人 就是她就是 淡漠的冷静的 认识无情也动人 这样一种 天生淡雅的姿态 所以你看不出来 她喜欢什么 她点的食物呢 什么是甜甜软软烂烂的食物呢 应该不是小孩子爱吃的东西 对 在《红楼梦》里面 就一个盖碗 打开一看 里面是奶酪 糖蒸的酥酪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对 甜甜软软烂烂 对 糖蒸的酥酪 中国人在 应该是五湖乱华 或者是南北朝时代的时候开始 奶制品的东西 已经吃很多了 那么到了明代 我们看到金瓶梅的 里面的男主人公西门庆 她早餐是喝牛奶的 那那个应伯爵还跟她说 哥你今天为什么不喝了 那可见的那个 她今天心情不好啊 胃口不开啊 不想喝 可见她平常是喝牛奶的 那她就说 你帮我喝了吧 我等一下要吃粥 所以这是并行的 就是她又可以吃牛奶 又可以吃粥 有西式有中式 到了《红楼梦》里头呢 那就有一个叫牛奶粥 我们煮西饭的时候呢 不要放水 就是加牛奶 然后呢 就顺时针地慢慢慢慢地 绕到它化了为止 起锅的时候再加一点糖 那我演讲的时候 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都说 我觉得淋蜂蜜也很好 那太赞了 喜欢什么加什么都很好 那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 《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 牛奶粥养胃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所以呢 这个糖蒸的酥酪 就是奶酪 这是玉扇 这是一个宫廷玉扇 应该就是他们家常吃的一种 好吃的甜点或甜食 另外呢 我们可以谈到 比如说那个 棗泥馅的山药糕 山药有很多品种 其中有一种 它是有粘性的 有点糯性的 那它跟糯米呢 一起倒 一起倒 倒得湿湿黏黏的 揉合在一起之后呢 就是把它揉成了一个小丸子 然后用你的大拇指啊 按一个洞 好 那再把枣泥 塞进去 对塞进去 然后就放到蒸笼里面去蒸 一颗一颗小小的 因为我们女生的嘴巴都不大 不要弄得很大的东西 嘴巴像吃汉堡一样的 这样就不好看 但一个贡文 小小的就好了 那一颗一颗的 就是用蒸的 那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说 那个《红楼梦》里面 精灵十二差的美人 怎么样也吃不胖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奶油啊 起司啊 巧克力啊 他们有油炸的嘛 所有的糕点都是蒸糕 我们那个 就是中国传统的 这个点心 甜点 有那千层糕那些的 有没有 那些 它就用糯米的 然后去蒸的 所以呢 秦可卿 王熙凤 他们都很喜欢 那我相信 那个 因为王熙凤 就说 你喜欢啊 我们明天再给你送来 所以他们厨房也常做 所以这个一定是在他们 看戏的时候呢 就安排 必备的 对对安排 因为 因为那个秦可卿 吃这个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他说 别的东西都不好吃 就是那个枣泥馅的山药糕啊 好 那个 入口即化 好像 很能够吸收消化 不会身体就是 有负担 就是胃会胀气啊 会 停食啊 这些等等的 所以 王熙凤才说 你早说嘛 你喜欢那个 我再给你送来 所以 我觉得糖蒸的酥酪一定有 枣泥馅的山药糕一定有 那么这个 看石令楼 那藕粉的桂花 蒸糕 桂花糖蒸糕 那另外就是栗子粉蒸糕 也是 就是桂花糖的 桂花糖的做法呢 我看过食谱 那一个干净的罐子 那当然首先要去采桂花了 是 先到花园花谱里面去采桂花 那桂花呢 是很新香的一种 就是小小的那种漂亮的花 对对 那采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一层桂花 一层糖 一层桂花 一层糖 那刚开始 它会一层一层的很分明 把这个罐子呢 很干净的 然后把它封起来以后 大约三个礼拜 很快 大约三个礼拜 它就化在一起了 就是桂花糖 对 你要做 刚刚的那个山药糕 或者是栗子粉糕 就是秋天的那个栗子 或者是 刚刚说的藕粉 莲藕的藕粉糕 都可以淋这个桂花糖 以前那好像比较少听说 他们像小熊维尼一样 挖这个蜂蜜 但是这桂花糖是他们必备的 所以家里必备是桂花糖 所以我们在看到 红楼梦这个家府里面 常常出现桂花糖的什么什么膏 桂花糖的什么什么膏 这样子 可能它就是在蒸的时候 就已经放进去了 那不像我们要吃的时候 再淋这个糖浆的意思 但我觉得也可以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牛奶粥 那这个就是早尼谢尔的山药糕 这些说不定都可以自己蒸蒸看 自己做做看 或者是不行的话呢 就是那个桂花糖 自己可以做一罐 自己做一罐 或者是吐司啊 或者是自己做蛋糕啊 什么可以淋上去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那所以呢 我认为他们在那一天的下午茶 在看戏的时候 应该就有这些糕点 因为他们在后面的那个小说里面 常常出现这些糕点 不是只有出现一两次 是常常上桌 对对 常常会出现动不动就会 因为时令到秋天的时候 就会有栗子的 那就是有藕粉的 那然后特别说好好吃哦 入口即化很消化的 甜甜软软烂烂 对因为秦可青那时候 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对所以他一个重病的人 都可以吃的话 那这个东西应该是 一般人吃都没问题 对对 那另外就是说 这种米面的这种 好像现在很多人不碰淀粉 对 对 驾鱼还是可以吃一点淀粉 我们刚刚才吃太高 对 没错 忘记了 对我们 那有些人现在不碰淀粉 但是这个糕点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米面 这个一定就是充满了淀粉 所以呢 这怎么办呢 我们又要吃 对 我们又要羡慕别人说 你们都不碰淀粉 难怪这么苗条 那《红楼梦》里面就有一个办法 就是他说是熬一吊子女儿茶 这个话我们完全听不懂 熬的话我们就是小火慢慢的去煮 对 那一吊子呢 其实就是一个胡子 一吊子是指一胡 一胡 也许是铁胡 日本那种的 也许就是瓷器的也可以 那这个女儿茶就是普洱茶 女儿茶是普洱茶 对就是普洱茶 那所以呢 有一次呢 贾宝玉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晚上还不睡觉 那他们大官员都有巡夜的妈妈 来看 来看他们就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晚了还在玩呢 他就信口就说了 今天晚上吃面 怕停食 就是胃会这个 胀气 胀气充满了这个淀粉质的食物 所以呢 多玩一回子 那老管家就说了 那该熬一吊子女儿茶 那那个席人马上就说 有有有 这边熬了一壶 妈妈喝一杯 就拿一个茶盏的 就倒一杯给他 倒出来油油亮亮 黑黑油油亮亮的 上好的普洱 对 所以呢 如果我们就是什么高 什么高 就是一个下午 在吃这些东西的话 我相信他们也熬了这个 女儿茶在旁边 女儿茶 对伺候着 是 一边看戏呢 一边可以吃这些 好吃的糕点 哇 其实他们也过了 很好的这个下午茶时光 对 不是喝英国茶 是喝女儿茶 是喝女儿茶 有一次在冬天的时候 我还突然就是意识到 就是他们的摆桌也很漂亮 哦 那时候也讲究摆盘的意思 对对对 摆盘摆桌 这个都是有的 等会我们再来看他们 就是目光的焦点都在戏上面 对 但是他们的桌子有很多种 一种桌子呢 是个人桌 好 就是说 我的 我坐下来以后 我旁边有一个 我的小茶几 那我的小茶几上面摆吃的东西 这一定没问题嘛 好 重点是 那些糕点或那些食物 是他个人喜欢的 这就很费工啊 所以就不是大家都一样的 因为嘉瑜喜欢的 不是嘉文喜欢的 对 因为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呢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不要坐错了位置 因为这个是专门为林黛玉设计的 他坐下来就是 另外还有炉瓶三式 就是说 香 香粉 然后那个香炉 小勺子 那丫鬟就会过来帮你熏香 哦 他有一个小 看看你喜欢玫瑰的 还是熏衣草的 还是什么 他旁边帮你熏香 然后还会摆一个瓶花 嗯 那个瓶花的话就看 也是看个人的喜好 就是差 或者是季节差什么花 这个是整套的 哇 嗯 这整套的 那另外有可能那个 花卉的部分 跟香的部分 它是另外一个 更后面 在你的右后方 或左后方的一个小桌子 吃的东西 它是用那种漆盒 哦 我有一个朋友问我说 也是的那种感觉 我想要给女儿做这种便当盒 盒子要去哪里买 我说 我怎么知道要去哪里买 都火入魔了 真的 对 那所以呢 那个盒子一层一层打开呢 就会是 他们 就喜欢吃的东西 这一种 另外一种 就是当然是一个大桌子 大家一起享用的 嗯 好 那 然后就拿了一个 冬天拿了一个美人耸肩瓶 哇 这个瓶子 乳瑶的 美人耸肩 所以就是那个瓶口 就稍微高一点 对对对 好像 好像打个问号 一样耸肩 是 啊 名字好美 美人耸肩瓶 又是乳瑶的 插什么花好呢 哇 就他们就想到红梅花 哦 红梅花 对 所以贾宝玉去要了一只 二尺多长的红梅花 像画国画一样 嗯 那 他去要花的时候 是向妙玉要花嘛 嗯 那他回来之前呢 大家就开始布置了 放了一个 一盘橘子 好 然后呢 蒸好的芋头 好像还有 对对 好像还有花生 还有什么 那这个整个就 冬日情调就非常的好 哇 对 是 对 所以 呃 这个摆桌摆盘啊 他们这个 讲究的这个 也是讲究 对对对 有一次呢 秦文就问了 就说 呃 那个白玛瑙的碟子不见了 嗯 玛瑙我是看过红玛瑙 对 没看过白玛瑙 黑玛瑙好像也有 白玛瑙很少见 对不对 是 而且还蝉丝 就是上面有花纹 哦 那不见了 好 那因为它是一组的 哦 那是做什么用的呢 点心盘 少了几个 好 那所以呢 就问问问 问了半天就说 啊 另外一个丫鬟说 是因为要盛放那个 荔枝 玉盒包 哦 所以就拿那个盘子 他说 放荔枝的话 什么盘子都可以吧 他说不是啊 贾宝玉宝二爷说 就是要这样摆才好看 白白的盘子 在配白白的荔枝 红红的荔枝 红红的荔枝 很艳红的荔枝 他就要这样摆盘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想象 他一定不随便 对 他是前面有个精巧的戏台 在贾母的上房的院落里面 下面做了一些太太奶奶小姐们 那众心拱月的就是薛宝钗 因为今天是他的十五岁的生日 那要他点戏 要他点食物 那这食物送上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摆盘漂亮 然后各自呢 又有很美的这个插花 还要熏香 这个一香并饮 一定是很讲究 绝对不会是一个大杂烩啊 四合院 难怪二十两不够 你又想到了这个经费的问题 对对对 做行政一定要想经费 而且他人多了 说起来就是这些姐姐妹妹们啊 宝钗啊 薛姨妈 是 等等这些 他没有请外人 都已经就是爆棚了 对 那这个空间啊 座位啊什么都很重要 是 所以果然这二十两银子呢 还是还是不够 完全不够 王熙凤有概念啊 这够做什么 够知久还是够看戏 没得还要我们赔上 对难怪要亏一下老太太 对对对 是这个就是薛宝钗生日 聊到这边呢 我们只看到了这个场景 那薛宝钗他在生日宴的时候 到底点了什么戏呢 还没揭晓 我们留着 待会在节目下半段 我们再继续请朱家文老师 来继续为我们做介绍 好 欢迎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曲 今天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的 就是东华大学 国际红学中心的 朱家文主任 来为我们介绍 薛宝钗的生日 哇刚才前半段 光是那个排场当中的讲究 就已经让人觉得 天哪实在是太精致了 对有的时候 他们还会有灯光效果 哦现场还有灯光效果 但是可能要在大花厅 因为那个时候的玻璃制品 已经烧得很好了 所以有那个大的吊灯啊 或者是有那种 比如说像荷叶的那种 大大型的那种灯罩 那是同的啦 就是做成荷叶型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 不是自己有个座位吗 座位上有自己吃的东西啊 有自己的香炉 还有花卉 可能还会有一个屏风 因为你坐在屏风前面 岂不是就像一幅画一样吗 那还有就是有一盏灯 那这盏灯呢 如果贾母说 大家集中照到舞台上去 那你这时候就把那个 方向就转过去 就会照舞台的 灯光效果就会很好 总而言之 我们要尽量往这个 哑步的方向去思考 是是 去认识或者是认知 他们当时的生活情境 这个我觉得 无论是拍戏也好 或者是想象的空间也好 才不会出入太大 对 好 那这样 在这么优美的场地 那要看什么戏呢 对 这个就是问题 刚刚呢 点的吃的东西呢 贾母都是很满意的 因为这个牙口不好 那最好是不用嚼 对 就可以这个下咽的 或者入口即化的 老太太大概很满意吧 老太太是没有白疼她 也没有看错人 这个人就是 形式非常的端庄 典雅 得体 得体又大方 今天我们的这个少女界 有没有这么懂事的 这个女孩子 还不 十五岁好难 对 还不一定 对不对 那她如果生日的话 有个三层大蛋糕 又请了很多同学们 一起来庆祝 那开开心心 收到很多礼物 她大概就是 天之娇女 对 就是会有这个姿态 但是薛宝钗是个低调的人 所以她点戏的时候呢 她就不会去点那个 她自己喜欢的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 她喜欢看什么戏 那我们现在要看另外一个人 插出去看一下林黛玉 对 现场 林黛玉也在现场 拜托她躺在她的床上不起来 她没有去参加这个生日宴 她就是那个懒洋洋的 就靠在那里 贾宝钗就像她说 戏开罗了 她很紧张 因为今天是个新的戏班子 从外面请来的 不看白不看 然后她就说 快起来快起来 你喜欢看什么戏 我先去帮你点 不然要等很久 排队排下来 排到我们要看到七八点了 我先帮你点 所以他们两个情分不一样 是真的 贾宝钗该不会去找所有的女生 跟她讲说 你要看什么戏 对 所以说你要看什么 她回过头来对她冷冷的说 这是康他人之楷 你有本事的话 你也定一台戏 然后专门给我一个人看 哎呦 那贾宝钗怎么回答呢 这有何难啊 下一次 下一次我们就专定一场你的戏 叫他们来沾我们的光 哇 因为你看他们我们 他都分得很清楚 是 所以他们两个人 情窦初开两小无猜是 在绝对不过的事情 嗯 并不是说贾宝玉 爱博而辛劳 喜欢这个 喜欢那个 什么都喜欢 他锁定的还是林黛玉 没有错 因为他们的关系 已经不是一般了 是 然后他就说 好啦 走嘛走嘛 不要生气嘛 林黛玉确实小心眼 就确实放不开 好 可是他也还没到那个年纪 要 为什么一定要跟姐姐比 这个东西呢 嗯 对啊 所以 对这个林黛玉就是这样 没有完美的人 没有完美的形象 就曹雪芹是 很棒的一个作家 因为在此之前 像《三国演义》 就要把曹操写到坏 就要把刘备写到好 几乎都是反效果 嗯 那在《红楼梦》里面 他就是 就是一个人 他就是 就是会有他的毛病 有他的缺点 每个人都有他缺点 你说薛宝钗没有缺点 但是我们也不是很喜欢他 嗯 那林黛玉有这么多缺点 我们还反而觉得说 那他是第一女主角 人就是这样子 是 那所以呢 他就 好 硬拉着他起床 就 就带他进去看戏了 嗯 幸好以前呢 没有那个开演之后就 就不准入场了 他们俩就摸进去了 时到观众在外面等 对 好 第一出戏呢 就点了一个西游记 哦 西游记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看啊 对 我记得我是在中山堂 小学大概五六年级 嗯 老师带我们去看 然后那个猴子呢 翻出来的时候 就连翻很几个好几个 什么前空翻 后空翻 翻很多跟斗 我们都吓一跳 就是太厉害了 那个小朋友跟我们也差不多大而已 我后来长大以后才知道 就是西游记 或者是孙悟空这个角色 是一个单独的角色是吗 嗯 他不是属于生蛋静默冲 它算是丑里头 但是是蛮特别的一个 就是单独 对 属于他自己的一套系统 单独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一个舞台 想要演出 有孙悟空的戏的话 要去仗量一下 那个舞台的 因为有些学校的礼堂不够大 它会掉下去 它一翻到台下去 翻到台下去那就不妙了 所以呢就要去测量一下 就是譬如东华大学的 那个学生活动中心的礼堂 够不够大 不然就不能演这个戏 那所以呢就演了这个西游记 那大概他们两个摸进去的时候 已经演到一半了 那就是只好跟着看 那大家有点傻眼 我猜他们两个有点傻眼 说啊 宝姐姐生日西游记 我们过往曾经 这个台湾昆剧团 也为了《红楼梦昆曲》 想要理解一下 或了解一下说 那个年代三百年前 有什么剧本 可以诠释或者是说长演的 后来就是胖姑学舍嘛 是 所以我们就就是演了这个 让大家也知道说 原来有这么一个老剧本 是胖姑啊 就是他拉着他弟弟 去看热闹回来以后 讲述给爷爷听 我觉得这个戏也很有趣 第一个有趣的地方呢 是他很节省成本 那个大场面呢 都是透过两个小朋友说出来 口述 不需要把那个大场面呢 整个排在 演出来 对 所以是很聪明的一种做法 那中国传统戏剧 或者是说部的小说 就很擅长这一个 比如说温九展画熊 在三国演艺里头的时候 好 那官公要出去 首展画熊的时候 他的镜头就不会跟他出去 他的镜头就在帐篷里面 照那些交集的人 哎呀 到底银海书啊 到底银海书 你如果把镜头拉出去的话 那场面太大了 就是千军万马 是 就不容易写 而且一个文人也不知道 该怎么去写他武功高强 立战这个画熊 只要他回来的时候 把头丢在地上说 解决了 然后起酒上温 这样子好像就觉得很神妙 所以中国的作家他很容易的就是四两波千金 让这个戏台呢 效果也呈现 我想那个长生殿的弹词也是这样吧 对对 那个音乐家 那个整个眼神 跟胡子抖的那样子 就是表示那个安时之乱的 那个动荡的那个情景 好像游在幕前这样 对 我常常都很佩服这些 舞台上只有一个人在唱 其实只有一个人在唱 仿佛看到千军万马 是 那这个是他第一个庙的地方 第二个庙的地方是那个爷爷很慈祥 然后那个弟弟好像被姐姐欺负 打压的 这个很习惯了这样 所以呢 爷爷就很慈祥 说来来来啊 我已经蒸好了膏啊 我们去吃膏啊 就是整个这个戏的 那个温馨的场面 是台上台下呼应的 因为老太太为首 他带了孙儿孙女在看戏 那么他们就是会 看到台上的这种 也是如目之情啊 就会有共鸣 是 就会有共鸣 这实在不像小孩子点的戏 对 所以家瑜现在也领悟到了 薛宝钗就是一个非常早熟的 对 15岁 这真是小大人 那竟然会这样子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超乎我们现在 25岁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 没错 都做到这一点 那他 他就让老太太觉得温馨 后来 就是温宇航老师 他们也有研究过 就是也许也有可能是三吊八交扇吧 那所以呢 后来我们也补充过 过了两年以后 这个戏台上呢 《红楼梦昆曲》 也演出了全本的这个 就是戒扇 是 那我觉得这个 当然也很好看啊 因为他跟那个铁扇公主之间 就是不断的你来我往啊 然后他还变成个小交流虫 吞到肚子里面去 然后全打脚踢 对不对 然后这个都玩得很开心 台下也看得很开心 那不过呢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亲情伦理的故事 对 因为他为什么不戒善 戒善对他有什么亏损 或者是说有什么不利吗 也没有 但是他就是因为他的儿子 这个洪海儿 后来变成了 就是被孙悟空打败了以后 被观音呢 收服了 在他的座下 做一个 做一个善才童子 是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你说你儿子到美国去啊 拿到博士学位啊 好光荣 可是不在身边啊 对 更惨的是牛魔王也不在身边 对不对 对 牛魔王他有一个小三 就是这个事情整个很扯的 就是 就是孙悟空介入到那个清关南断 家务事 然后一个孤独的女人 孩子也没了 丈夫又住到小三家里面去 遇面一个狐狸精啊 遇面公主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要把老牛 牛魔王给请回来 安抚一下铁扇 然后那个扇子才借得到 所以这也是一个亲情的 母子联心 你说他成就再高 修成正果 在菩萨身旁 我没看到他 就是对于 等于失去了一个儿子了 对对对对 对于这个传统的伦理观念上来说 还是有缺憾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虽然说 《红楼梦》里面 薛宝采没有提议说 是哪一段落 但是根据考证 这两个段落的 可能性是最高的 因为在当时是 比较流传的 比较广远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典戏真的很高竿啊 真的 他典戏真的很有趣 他会呼应这个老人家 或者是家长长辈的心情 或心态 让他们看得很感动 那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 总是觉得 老人家就看那些 活泼热闹的戏嘛 因为他们 我们不能说他们 因为我们也慢慢年纪他们 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有时候看一看 我们就睡着了 然后有人把遥控拿起来 所以我们又醒了 就这样睡睡醒醒的 在电视机前面 所以呢 我们就不看那文艺戏 对 就好 我们好不容易熬到 西游记演完了 可以了吧 那就再点一出戏 那因为 这个换人点的时候呢 王熙凤是流二荡一 就是稍微也就是插科打魂一下 再回到薛宝钗 我们今天就聚焦在薛宝钗的身上 然后再回到薛宝钗 那薛宝钗呢 就是要让啊 大家说你不要让 今天就是你的好日子 你让什么让呢 讲了一通之后 他又点了一个戏 就是《水浒传》 我讲话 讲话很粗鲁的 粗鲁文的 他这个最有名的就是 三拳打死了郑关西 江生再逃以后呢 就上了五台山 然后还大闹五台山 是 他最不像话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酒肉带到山上去 对 带到庙里 对 带到庙里面去 然后旁边的和尚在做普团 在做早晚课的时候 就捏着鼻子 不敢看他 他就说你干嘛捏鼻子 然后就把他嘴巴撬开啊 把一个狗肉塞到他嘴巴里面去 所以这个智珍长老实在是不能留他 实在不能留他说 你就打坏了我的山门 一拳就打断了那个 那个就是梁柱 是 那然后呢 因为他们门口应该都有那种 是不是那种金刚吗 或者是那种天神啊 是佛像 对 他也把他打坏了 这个力气真的很大 对 对 他后来倒拔锤洋柳不是假的 就是洋柳树上呢 有一个乌鸦的窝 然后他就说 撒家听不得那种吵闹的声音 然后就有几个小喽啰呢 叠罗汉上去要把那个窝给掏了 他说你们干嘛 他说我们帮那个大爷把这个鸟窝掏了 他说走开走开 然后就把这个袖子呢 拉起来以后呢 把这个树干呢 用力一把 就把那个树给连根拔起来 哇 然后那鸟窝就掉了 这样 天啊 他们说这是干嘛 那力气太大吗 有力气没地方花吗 真的 真是粗人 真是非常粗鲁的人 所以他在塞狗肉给那个旁边的同学的时候啊 做早课的同学的时候 他已经把门口的那些金刚力士的塑像给打坏了 已经大闹了一番了 大闹了一番 然后还逼人家吃狗肉跟喝酒 那这个就真的不行 真的 你如果说是长相比较丑一点啊 不像个出家人啊 慢慢修炼可能像游新生啊 大家反对他也就罢了 那你如果说偶尔一下子犯错 说我自己偷喝了一点小酒 不让人家知道后来被发现了 这个可能都还情有可原 但是他这个很特别 第一个出家人不打狂语 他这个很正直很正派 他也不会撒谎 他也不会就是做那个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就是吃酒吃肉这个事情 他没办法 所以花和尚就这么来的 所以他就只好就是被逐出五台山 那所以就唱了一段这个漫温英雄类 相离处世家 谢慈悲剃度在连台下 转眼分离炸 他要下山的时候啊 就是擦干了他的英雄类 然后跟那些师兄师师长们道别 然后这些人就想说快走吧 可是呢 智珍长老对他最好 智珍长老曾经跟众兄师兄们说啊 你们不要看他长得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这个就是睁的眼睛啊 一个怒目金刚的样子 好像也很粗鲁无闻啊 将来恐怕在你们众人当中 真正得到的高僧是他 给他很高的评价 那所以明代的一些评点的读书家 我觉得今天很可惜没有这个名词 有作家 有小说家 有艺术家 有画家 有音乐家 没有读书家 读书家 李卓乌啊 金圣探啊 他们都是很会读书的人 他们读了很多书 而且他们会点书评书 他们在那个评语上面就会给 像鲁智生这样的一个很高的评价 因为他很真 从来不作假 所以他们明代的人很喜欢 读书家都很喜欢 在他的 他在他的行为处事上的 去做一个评语 譬如说你打坐参禅 感觉上很稳定 对不对 其实这个跟修道成佛有什么关系呢 你的身体的这个参禅 坐禅 跟你能不能够理解佛的意思是什么 这是没有关系的事情 是 所以明代的一些读书家 一些文人啊 他们特别喜欢鲁智生这个角色 会帮助我们进一步去理解 什么是佛 什么是禅 这个旷位 那所以总而言之 他现在被赶出去 漫温英雄类 相离处 我要走了 没有人留他 但是至真长老是他的恩师 是知道他的 谢慈悲 剃渡在连台下 我今天这个剃渡就都是您帮我剃得这么光光的 他当时还说要留胡子 这个胡子可不可以留着 做人大笑 剃渡的时候 那这个长老就说不行 全部都剃掉 所以是感谢长老的恩德跟慈悲 让我能够在连台宝座之下 就是讨一口饭吃 能够做一个修行跟修为 那我现在人海茫茫 前途也茫茫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但是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这句话就是一句景语 一句经典的话 一刃安 盲邪破波随原话 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我们有太多的这个 就是伴助我们的物件或者物品 比如说身外之物 我们有不动产有不动产 很多的存款 有富蕾 有儿有女还有孙子 这些让我们觉得 好像没有办法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施展开来 所以卢志生说 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他就是一个盲邪 就是草邪 破波 就是一个破碗 就到处随原 最后他在前堂江 这个就是 这个潮起潮落之间原籍 他是《水浒传》里面 最善终的一个人 很多人都死于非命 因为性格会影响命运 惹事的 招事的 当然就是会 惹来杀身之祸 但是不惹事的 一直躲一直躲 躲到最后 人家觉得你很好欺负 也是杀身之祸 所以卢志生这种 直来直往 遇到问题就去解决他 但是他也不会去惹别人 所以整体而言 他是 这108条好汉里头 最后是善终的 很难得 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22回 《红楼梦》第22回 薛宝钗点的戏 刚刚我们说 西游记点的好 那现在点这个的时候 贾宝玉就说了 我可是答应林妹妹的 她本来躺在那里死婚 耍赖 赖皮鬼不起来 那现在怎么办呢 就埋怨了 说姐姐只会点这些 姐姐真太令我失望了 一个左一个西游记 又一个水浒传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最打山门那个 一打那个拳的时候 非常的有趣 那老人家看了 也不会睡着 那也演得很好 我们那个《红楼梦昆曲》的时候 是刘玉智老师演的 他可以单脚 就是站立 然后打拳这样 大家一直给他鼓掌 一直给他鼓掌 那还可以唱戏 就是花那么大的这个动作跟精神 还可以 边打边唱 边打边唱 所以大家一直鼓掌 一直鼓掌 那老人家也不会睡着 就觉得今天戏点的好 真精彩 真精彩 一直拍手 那贾宝玉就不高兴了 因为他要负责林妹妹 所以刚刚那个寄生草那一段 就是让薛宝钗回过头来教育一下 教训一下说 其实武打戏里面也有好文章 你要看一看这一段点降纯 你就会明白 那贾宝玉是一个很有灵气的人 很有悟性的人 所以他就在体会这个句子的时候 发现赤条条来去吴牵挂 就突然之间就好像 壮醒了一个城中这样子 这是第二十二回 他真正出家是在一百二十回 但是很多事情已经埋下了一个可能性 一个佛的一个因子或种子在其中 那但是他为什么要到那么后面 他才一百回之后 之后呢 因为林黛玉要九十八回的时候过世了 他必须等到妹妹走了以后 他才万念俱灰 什么都没有了 放下了 那林妹妹说 等你回来我就死了 他说你死了我做和尚 那个一来一往的这个对句很多 很多次都说你死了我做和尚 所以林妹妹死了 他真的就出家做和尚 但是我觉得那个姻缘是签到 薛宝钗生日的那一天 他已经埋下了一个 就是他有那个佛缘的一个种子 是在这个戏里头展现出来 所以也可以说他是误打误撞 点了这个戏 让贾宝玉有了这样的一种 心念 对对 有一种心念 有一种起心动念 但是因为林妹妹在的话 他一定会留在红尘 是 直到那个林妹妹走了以后 还有一段 还有一段话题 为什么98到120回 在中间有一段话题 我们很快带过就是 他想要林黛玉入梦来 托梦告诉他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林妹妹好像很狠心啊 就再也断绝关系 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他就真的就出家了 是 而且很奇妙的是 这一出戏还是薛宝钗 点醒了 所以他那时候很后悔 他发现他有这种出世的 就是离开这个城市的 出世的这种 慧根嘛 的时候他就说 这是我的错了 薛宝钗后来自己说 那是他的错 他说这都是我的不是了 我点醒了他这样的一个佛缘 或者是一个出家的姻缘 那都是我的责任了 原来这一切事情 起因在薛宝钗15岁生日的 而且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为了老太太拍手鼓掌 大家热闹叫好 那他就是一语两吃 他转过头来还可以 对弟弟妹妹讲国文课 那就是对长辈交代了 就对下面的弟弟妹妹 也有一些 因为贾宝钗很开心 就说这个词写得好 这个词写得好就很开心 那林黛玉又吃味了 又小心眼了 对又小心眼又不高兴了 但是呢 他吃味还好 因为这次他的个性就是 天生就是这样 只不过呢 贾宝钰呢 确实在这一次 点下了一个 埋下了一个种子 这个是 好像应该说伏笔吧 是 说埋下伏笔 西方人也说蝴蝶效应 这就是蝴蝶效应 对这真是 埋下了一个漫长的蝴蝶效应 到最后竟然就会把这个事情 发展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或那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戏曲的力量很大 是 从这边我们也真的可以看到 原来在《红楼梦》里头 曹雪芹真的就利用了戏曲 对 以戏点题 在点出 对对对 白仙勇老师也很看重这一点 就是在写文章的时候 常常谈到 很多作家会以戏点题 不仅仅是《红楼梦》 在《金瓶梅》里头 它更明显 就是把戏跟 用那个戏去点醒你 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 这些作家都做得很好 他们也很看重戏曲这个部分 在小说里面发挥的作用 好 我以前看《红楼梦》 这些部分就直接掠过 就点了这些 这些也搞不清楚是什么 今天才知道 哇 原来其中 暗暗埋下了许多的伏笔 对对 都在这些戏里 这宴摘的批语说 草蛇灰线浮迈千里 因为它是一个长篇小说 所以它那个浮现很长 浮迈千里 浮迈千里就是 对 就是脉络可循 往前追溯都有脉络可循 是 好 讲到这个寄生草 我想我们接下来 节目最后 我们就请大家一块来欣赏 这一段 这是由上海昆曲团 芳扬所带来的 山门当中的寄生草 那同时呢 今天不只是昆曲的节目 时间也到了 非常谢谢朱家文老师 谢谢 对 带着我们从宝钗的戏里头 又吃点心 又看戏 一起过了一顿 非常开心的生日宴 谢谢朱老师 谢谢家瑜 谢谢大家 好 那不只是昆曲 我们就下个星期天晚上 同一时间再会咯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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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世日》 一英雄風雨將此起世間 謝英國慈悲 卻獨臉台下 不願大轉眼 而奔一炸 迄迢迢來 去無牽掛 我怕你討厭 所欲你全擔心 甘思求夢 卻愛佛佛 歐歐歐萬華啊 賞心 樂士 不只是昆曲 給您精緻美好的藝術盛宴 本節目由建國工程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播出 開啟人文生活美學新風貌 建國工程文化藝術基金會